李志凱 您想說 李志凱黃金計劃的極度疏瘋 有關李志凱黃金計劃的極度疏瘋 李志凱在確認沒有取得巴黎奧運資格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找他討論過 談過 當時他表示 尚需要一點時間來沉澱 然後思考未來的規劃 所以我們國際中心也尊重他個人的一個想法 表示如果他想要不要好 下一步要怎麼走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會來給他協助 近期我們也知道志凱有明確表示說 他願意繼續拼戰2028洛杉磯奧運 國際中心對於他奮鬥不懈的這個精神 表示敬佩跟支持 那志凱在最近也是進行了小碎谷的一個清理的一個手術完整 那針對於他的那個醫療的一個狀況呢 我們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會比較往力 會組成那個醫療的一個團隊 針對他的一個狀況來給他全力的一個協助 那目前在他這個階段呢 當然就是醫療復健的一個黃金期 我們一定會給他一個全力的一個協助 讓他能夠完整的一個揮護 然後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目前我們也針對黃金計畫這個部分 2.0的部分做一些那個修改 那我們黃金計畫2.0的部分的修改部分 之前已經透過那個原理之後呢 已經公告在7月份就已經公告 那但是具體的辦法的部分呢 因為各個項目各個項目有他的一個個性 所以各項目的具體辦法正在研究當中 一定在10月份的時候會完成 並且有各協會提出來的選手的一個狀況呢 來確定他的等級 那以志凱目前的狀況 他曾經獲得黃金 就是杭州亞運的一個金牌的一個成績呢 我們應該一不答應 會回到那個黃金計畫第二級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對於他的訓練團隊呢 都一樣都會存在 我也對於他的整個訓練計畫的執行 應該都不會有所影響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黃金計畫 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他分為當屆跟下屆 那當屆就是2024 那裡面有寫到 當屆如果沒有入選奧運的話 會降到下一屆的那個具體辦法 那下一屆的辦法裡面只有第四級跟第五級 那時候這個辦法上面是這樣定 那我們就依這個辦法再執行 那當初我們也有發現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黃金計畫三點的部分 就已經有多一些修改 那雖然級別是這樣子 但是對於訓練上面所需要的支援 我們一樣都是全力的支持 不會因為他沒有在 沒有在那個第幾級 然後我們沒有給他一個支援